公主十八岁生日这天 老父亲还没给她带上成人冠 就突然撒手而去 朝会的钟鼓一警敲响 迎去梁匆忙赶来 正要喊公父上朝 却发现公父早已躺在榻上 一动不动 小妹的哭喊让她悲从中来 正在原地 去梁大事要紧 你去吧 母后眼神哀伤 可语气坚定 迎去梁忍住哽咽 她知道从这一刻起 她必须独自撑起秦国 黑伯 在 告诉张公子朝会招商 黑伯眼里 隐约泛着一层泪花 老国君崩式的关头 太后的镇定 迎去梁的果断 也让这位忠诚的老内侍 强打精神 来完成老国君的一命 而此刻的朝堂 已经非常焦躁不安 秦国的大臣元老 还不知道国君的伤势如何 更不知道国君是否确定了储君 但嗅觉灵敏的甘龙 还是算准了今夜要出事 于是呢 他悄悄给狗腿子肚致 发了个信号 记住传给他们 今夜必然有变 拥戴迎前继位 明白 可谁料两人话音刚落 就传来了魏国集结大军 进攻秦国的消息 军情紧急 长使公孙谷要求立即禀告军上 老干龙连忙拦住 然后又一连两个问题 就把这个跟老世俗始终保持距离 独门独派的小老弟 摁在地上摩擦 各方吃重 谁来处置战事啊 自然是长公子迎前 长公子现在何处啊 守在军下身边 身为大臣 哪能不知轻重缓急呢 老干龙说完 就附带了一个鄙视的眼神 小老弟 你还是顶花的黄瓜 太嫩了 这公孙谷啊 倒吸一口凉气 决定再等等 可没过多久 一队开到正式堂的铁甲武士 和手持天跃剑 大步迈进来的迎前 就让大家紧绷了神经 短暂的错愕和慌乱后 大臣们确认了老国军已经轰视 于是呢 纷纷一秒入戏 集体哭尖嚎 卖力地争强引地 老干龙的预测应验 他的狗腿子也等来了时机 这杜志节奏一带 大家都开始跟拍 连老干龙也拱手负义 表示对迎前的拥戴 可杜志没想到 自己的真心拥戴 没换来迎前的齐全 却等来了迎前的天跃剑 先君自有一命 肆意拥戴 你居心乱国吗 眼看自己的狗腿子下的只哆嗦 干龙赶忙出来护狗 朝备义政各书己见 公子不得私刑 念你是上大夫门生 我饶你一次 此话一出 老干龙生怕弄脏自己 就赶紧和杜志撇清关系 一命未斑 擅自私矣 老夫没你这个门神 杜志都要被气哭了 他没想到干老师和这些老师族 能这么不要脸 好在呀 干老师眼见狗腿子要被射死 赶忙将朝会拉回了正题 正是唐最高处 从一侧走出的黑帛 开始宣读国军一命 少梁之战 本宫身重毒箭 自感无期 立众公子迎渠良为太子 即日继任国军 国中大臣元老 接力辅佐 有二心者 人人得以诛之 情势已经明朗 伴随着中古大越 秦国的新军 终于从幕后走向了台前 恭迎新军即位 老臣誓死报效 新军万岁 誓死报效 拥戴新军万岁 新军万岁 新军万岁 在一片山呼万岁中 迎渠良冷静地扫视着全场 他心知肚明 这些嘴上高喊 誓死报效的老师族 真正拥戴的是公子旗 如果不能让这些 势力庞大的老人 好好给自己打工 那么这原本就摇摇欲坠的 大秦集团 势必会轰然倒塌 但如何收服这些老人呢 迎渠良一连发出了三条声明 其一 国中大臣各司其职 上大夫干龙仍然统一摄政 其二 前将军迎前有大功 着生左术长 兼领上将军 其三 先军国丧大力 一切由上大夫干龙 掌使公孙谷 统领操办 三条声明 传递了三个信号 第一 该有的好处 你们放心 我会让你们继续拥有 第二 你们拥戴的赢钱 我重用 第三 你们的领头羊甘龙 我也重用他 为了表示诚意 迎渠良还拿出了 祖传的木工阵秦剑 国丧期间 若有滋事生乱者 上大夫 请行生杀语夺之权 新军一即位 就给了老甘龙 无上的权力 和充分的倚众 这位世俗领袖 是又感动又振奋 就这样 公元前362年冬 经历了四代乱政的秦国 终于顺利完成了权力的交接 迎渠良在山河破碎 民生为奸 举国即将崩溃的危难时刻 继任秦国国军 史称秦孝公 从此 这位年轻的国军 驾着一夜随时可能沉没的小舟 在惊涛骇浪的战国时代 开启了谁也无法预知的行程 然而内忧缓解 外患并没有消除 就在秦孝公统一战线不久 一场灭秦的图谋 正在魏国庙堂快速蔓延 少良大战中 魏国非但没能灭掉秦国 丞相公输所反而被服了 这让威武雄壮的大魏王很是恼怒 我26万大军 败于一个又穷又弱 且只出20万兵力之秦国 自我大魏立国以来 从未遭此七尺打入 这魏王气得眼睛瞪的老大 他当即下诏 从丞相到将军 要么九足套餐 要么就地拘拿 而正当朝堂一片恐慌时 上将军旁圈献出了灭秦方法 其一 统兵三万铁骑 袭击离山 夺回公输所 一举震慈国 其二呢 一听灭秦 大魏王就像喝了酱油一样 立马露出了晒足180天的笑容 这魏国要灭秦 秦国要复仇 特别是老国军的大丧还没结束 亲人喊复仇都红了眼 而朝堂上也分成了 B战和主战两派 B战派代表为 秦国新军迎去梁 主战派代表为 除了迎去梁之外的所有人 所以啊 这注定会是一场艰难的说服 更糟的是 旁圈统领的三万卫军 已经开往离山 意再夺回魏国丞相公输所 情况危急 迎去梁一面给此案将军下了死命令 我把公输所教你见过 秘密拘押 非我亲来 任谁不许见 另一面呢 迎去梁亲上前线 率领秦军与旁娟写战 最终以折损两万人的代价 打退了卫军 可让他想不到的是 这场惨胜过后 他就成了众矢之地 秦宪公的葬礼商 老师族对秦国新军迎去梁 突然发难 迎去梁最怕的局面 还是发生了 国人复仇之心可以理解 但身为魏国丞相的战俘 公输所却无论如何不能杀 可是被仇恨冲昏头脑的老亲人 此刻失去了理性 就连大哥和母后 也都站在了老师族一边 迎去梁本已陷入了极端被动 而直奔离山的公主 更是将矛盾彻底激化 迎去梁刚挨了小妹一剑 他最难抵挡的大哥又来添乱了 面对迎前的紧逼 迎去梁寸步不让 紧张的对峙下 兄妹二人先后向国君亮出了刀剑 关键时刻幸亏太后及时赶到 于是呢 在所有人的威逼下 极度克制的迎去梁 终于爆出了公输所不能杀的真正原因 迎去梁这段极其炸裂的毒白 用共情的方式先拉回了与所有人的心理距离 他告诉大家 我跟你们一样都想复仇 但我们真正需要的复仇不是简单的杀一个人 而是灭国扫军 然而现在能吗 不能 为什么 秦国穷 秦国弱 没有粮食 没有津铁 人口太少 土地太小 能经得起一战之败吗 归根结底 一句话 秦国打不过人家 打不过人家 却要生争复仇 死了自己 没了子孙 到头来连个弃仇的都没有 还能复仇吗 这是迎去梁在跟大家统一目标后进行的冷静分析 总结来说 我们要复仇 但却不能急于复仇 那么问题来了 杀一个俘虏 就能证明我们老秦人的血性吗 即使杀了公输错 只能解一职之恨 然而 必然引来山东六国 集体攻勤 到时候 邦国灭亡 尸骨成山 谁来复仇啊 复个鸟 终于 迎去梁基本上已经hold住全场 但这老干龙随即抛出一个敏感的现实话题 军上之意 要放了公输老贼 老干龙这话问得看似正义凛然 实际包藏祸心 而他坏就坏在 人家迎去梁已经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 其他人都没话了 细消了 就你学问最高的老干龙 逼话最多 这摆明了是拱火 是想再试试迎去梁的本事 如果大家信不过我 尽可以从我身上踩踏过去 如果信得过 我自有主张 这次太后第一个站出来表态 支持了迎去梁 其他人也不好再说什么 终于迎去梁解决了这次公关危机 但为国公勤的威胁却始终存在 迎去梁竭力保护的公输错 又将会给他带来什么呢 这个咱们下期再聊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一波关注点赞评论转发 你的支持 事故到 吃酒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评论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